晃晃悠悠的 这个小电动车还挺好玩的 这是第一站 好 接接我们第二站吧 走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 这个地方叫什么来着 鲜罗虎城大概就像深圳的那个世界之窗一样 就是把泰国的很多景点微缩成了景观 然后我们租了一个小电动车 陌生火台 哥哥你骑着小电平车带着我 你女朋友不会生气吧 好可怕你女朋友不像我 我只会心疼爹爹 这里好像有很多的学生来这里修学旅行 这一站是古集市就是在线了泰国传统的集市 可以看到很多买东西 这里的建筑确实是古色古香的感觉 其实这就是一个给游客消费吃东西 这可能是我刚才买的一把串鱼 它特别选择的地方在于 你要把它拉开 然后这里沾上 沾沾 它的变成一点棒 感觉在这都看不到有卖边箱贴的 为什么到哪里都能看到鬼灭之刃的周边 哇这一台满满都是复古怀旧零食 哇这一台满满都是复古怀旧零食 哇 这个景色的地图我仔细看一看 跟泰国的地图好像很像的 商业区就是我们刚才过的那个 古城文化街商业区是碾跳的 然后你进去 你进去看景点是有收费的 觉得好 觉得好 就是给你试吃 自乡吃会靠自己的角力 哇泰国真的是 你会感觉到植物生长的好茂盛 哇哇这是什么店 对这个很好看 这个叫罗汉亭 这个从外面看是非常的气派壮观 走这样仔细发现 仔细一看发现就掉漆了 就掉漆了 走近一点看是这个样子 感觉这两件都是外面比里面好看 有时候外面看起来富里堂皇 然后进来里面一看 哎呀栏杆掉漆了 哇好大的 可是走过来突然看到感觉还有点正 那边也有很多坐着的罗汉像 远远 刚才从远处 我还以为是有人坐在这里 但走过来 记一看发现全都是像 里面供奉的都是罗汉 喂哈喽 哇这条河上停着好多的船 好好看哦 这个船是皇家龙船 就是大概国王和王室成员 所以做这种园出游 是投沙沙亭 就是正面的话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亭子 但是如果你跑到侧面的话 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桥 就是沟通了河的两岸 哇就有一只小猫咪 它靠在你的脚上 太可爱了 啊我来了它就走了 把它过来了 哎呀哎呀 那把它滴溜起来了 它不会疼吗 哈哈一点都不在意 走下一站 哇 有点哦 有点抽象 也太抽象了 是的 这不就是唐僧吗 我觉得就是唐僧 完全一毛一样 哈哈哈 是的 好颠呢 哇 这个就是四面神像 四面神像 也就是印度教里的梵天 它坚持了 哈哈哈 哥斯拉的温水 一个狮子头 鬼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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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看看吧 感觉很多鬼屋都是这样的入口 一个黑洞洞的大嘴 那种花帽和鬼博物馆 亮面巾 断排 Bald 她想了 突然想了 笑了一跳 我又看到这个双重打击 这有人性吗 鬼也要喝咖啡 那边还在想 我没有一个人 你先过去 这里过去肯定会亮亮 都没亮呢 不亮 不想让我下走 真的要往下走吗 我们走到哪里就亮了 我都不敢动 是不是她设计的挺好的 好害怕太多人动起来 我们要回去重走一遍条路不要 那你先走 你先走 你先走 你要去吗 不要 你先放点资料呢 然后你就能在底下 经过了这一次 我再说我唱的要不要唱 就觉得非常感动 这里就正常多了 你看出来一个人 就像我拖队 波索产生由衷的敬畏了 走下一站 这边看到了一个特别魔性的景点 对 有没有觉得好多双眼睛盯着 你看 对 可以 可以 再把相机放在盖上 好太恐怖了 感觉可以做成鬼畜了 太受恐了 受恐能够的事 受恐死亡之强 远远的看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 你是不是这些什么都不看它 但是我觉得做的还挺失败的 太奇怪了吧 傻呀 这也太魔性了吧 你怎么这么多魔性的建筑 真的 你躲进来一看 这可真是形态恶异 今天是游戏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点赞 三连 留言 关注我 谢谢大家 拜拜